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 格仔在這裡 陳千歐郭政彤在這裡 大眼在這裡 今天首先我們要分享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講述到一個高薪口職的香港男士 帶著老婆移民到英國 最後就非常之成功地淪為一名外賣仔 不過即使淪落到這樣的地步 這個港男依然未死心 還引述到送代詩人蘇式的一句話 來支持自己在英國 大家就會問這些黃絲不是不認自己是中國人嗎 莫非他們這些人窮到傻了 所以就要引用中國的股市據 這樣才可以輸懷 與此同時英國那邊就呱呱叫 就說到香港政府不讓這些黃絲 在移民之前用BNO的身份來拿強積金走 就說到是政治打壓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再之後的就是這個彈出彈入的支聯會 今天又有消息說到 他們將會配合國安提交一些應有的資料給警方 就在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隔了沒時間 這個新任的支聯會代主席周恆彤就說到 我們就不是遞交資料給警方 只是遞交一封信來作出回應而已 那究竟這個支聯會在態度上 為什麼會有這麼複雜的事情出現了呢 亦是否預視了他們內部談不妥 或者有人想做二五仔 來明節保身 究竟整件事是怎樣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再之後的就是在內地廣州和香港一樣 都是樓價高處不升寒 最近就在廣州出了一支絕招 來打壓這些這麼高的樓價 而當中的示範作用 香港政府亦都可以很方便地拿來用 那究竟這支絕招是什麼 出手又有多辣 多有效呢 我們稍後回來看看 再之後的就是 全世界現在都有個共識 就是接下來如果繼續使用美元 成為全球唯一的結算貨幣的話 就將會沒有運行 而說到脫離美元的先驅者 就可以說是中國和俄羅斯 最近這兩個國家就先走一步 就在這兩個國家來往之間的飛機加油費 來放棄美元的計算 正式使用兩國的貨幣 那究竟這個動作 可以為世界帶來什麼示範作用呢 我們稍後回來講一下 再之後就是 有兩名加拿大人 他們被指在這個無間道 在中國的東北被塔 這兩個加拿大人本來就是直直無名的無間道 但是 因為他被塔的時候 正直也是孟晚舟 在加拿大被無理佬走 是同期發生的 所以就經常被指 中國特意塔這兩個無間道 就要來和孟晚舟進行這個交換條件 但是新潮民已經多番報導過了 這兩個人絕對是無間道 絕對是活該 其中一個剛剛被判11年了 轉頭就跟大家跟進一下這件案的細節 在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 近來就有很多模型新潮民的頻道 所以我在這裡就呼籲大家一定要訂閱新潮民的頻道 而在訂閱的同時 記得開了旁邊的鐘 這樣你收到的就是帶一手正確的新潮民資訊 首先我們就要說一下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故事的背景 就是話說 有一名九十後 曾經英國讀過書的港男 回來香港工作 做了十年有多之後 現在再次決定移民去英國 不過這次走不是他自己走 而是帶他老婆走 這個港男可以說在香港的時候 他賺的錢也不算少 而同一時間 他老婆在香港也是有工作 就絕對不是一些傷失的人 不過這個高身港男 就可以說到 跟很多黃絲一樣 去英國之前 都是憑著一腔的傻驚 加上那些黃人理念護身 問都不問 想都不想 參加了BNO5加1移民計劃 當然 去到英國之後 他也知道生活艱苦 簡直可以說是LOW不可以來形容 據粗略的估計 這兩夫妻在香港賺的錢 小則都有6萬 生意好的時候都有10萬元 結果這個港男 去到英國之後賺多少錢 不可以不說一下他現在在從事的職業 這位港男目標很遠大 初頭他打算去英國 看中了英國的曼徹斯特 他說到因為曼徹斯特 有一個叫做媒體城的東西 而且當地也規劃 在曼徹斯特的北部 有一個大型發展項目 所以他認為曼徹斯特 也就是曼城這個地方 他的發展空間非常大 找工作很容易 由於這位高新港男 之前在香港 也從事了7年的市場營銷工作 而他營銷的對象 也是一些IT公司 或者最新興的互聯網公司 所以他就很簡單地認為到 去到曼徹斯特 這個新發展的IT區裡面 就可以大展拳腳 創一番事業 不過截至到今時今日 這個計劃也是成功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位移民到英國的黃絲 就非常之成功地 打入了曼徹斯特的媒體城 成為了當地 熟口熟面 沒有人不懂的外賣仔 至於他老婆 現在正在代業 我們只可以說他代業 不可以說他失業 起碼黃絲是這麼認為 原來這位豁湖高新港男 跑去英國移民的黃絲 他所看中的機遇 就不是打入當地的銷售市場 而是單單純純 只是成為了別人發展體系外面的螺絲 負責在商業區裡面 送外賣送餐 由於這些黃絲 都有個死撐的特點 他就說到 即使自己 在英國大學畢業讀這麼多書 而在香港 也有豐富的市場營銷經驗 但是到最後都入不回自己的行 竟然成為了一個外賣仔 他就覺得 這些事情都是不重要的 對於他來說 能不能夠做回自己最專長的行業 就不是他的首要考慮範圍之內 他還死撐地說到 香港的生活節奏那麼緊張 雖然之前賺到錢 不過節奏實在太急 而且之前又太順利賺錢 所以一些銀子略嫌多了一點 想減省一點 現在英國很好 落得清靜 又不用做回自己之前的行業 也算是有得休息 況且我很習慣這邊的生活 有什麼事有難題有麻煩 找找當地的華人團體 做一下聯絡 做一下溝通 很快就習慣了 那些黃人不是說他們不是中國人嗎 遇到一點溝通問題 就去找當地的華人團體幫忙 這裡要扣分 然後這一位搖身一變去到英國成為了 低收入人士的外賣仔 就突然間經濟家上身 幫大家分析一下樓市 他就說到自己選曼徹斯特而不選倫敦 因為曼城這邊的樓價便宜過倫敦很多 而且風景和環境都很美 最好就帶老婆過去 就以我黃絲仔為例 曼徹斯特這裡周圍都有發展機會 你看看IT公司越開越多 怕什麼沒機會 好像我一樣 我又送外賣送餐 如果不是我有眼光的話 都未必找到這份工 為什麼 因為我當初看中了一個機會 就是公司越多 那些人就越懶 就越要叫外賣 所以我一定有做外賣仔 你猜一下我現在每個月賺多少錢 有1500元英鎊 圍起來也有16000元港幣 距離人生大贏家 就好像一家公司那樣 距離上市集資 走了一大步 說起來絕對值得慶祝 今晚就慶功 石牛閘 有人就會說 既然黃絲先生 你眼光那麼好 為什麼從資料看上去 你之前搬過屋 這位高身黃絲廣男就說 我就這樣的 每個人都有錯 神都有錯 我也有錯 當初是我做不夠資料搜集 選了一個比較品流複雜的地方 不過現在不會再犯這個錯 為什麼 因為我懂得上網 英國有個警方網頁 裡面會顯示英國最新的治安環境 只要你在租樓或者買樓之前看清楚 就不會誤中富居 不過有人就說到 好像你之前住的區 從網頁上顯示 治安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隔了兩三個星期 治安警告的水平就急劇上升 那又怎麼比呢 說到這裡的時候 這位高身港男就無言以對 所以他立即死撐 就說到 你不用質疑我了 總之我現在告訴你 即使我賺16000元一個月也好 16萬元一個月也好 這些事情全部都不要緊 我告訴你 我考慮在英國住 完全是看心情的 你有沒有聽過宋代有個詩人叫李白 他曾經說過一句 恥心安處是吾鄉 恥心安處是吾鄉不是蘇式說的嗎 黃人一聽到這樣就說 隨便吧 總之古代有個人這樣說 現在那些鬼佬看到他就真是蘇式 S.I.C.K 病 無論怎樣說都好 總之這個黃絲引用到這句說話的意思就是 沒有東西是比你住得安樂更加好的 哪個地方住得安樂呢 那個地方就是他的故鄉 如果是這樣 你就不要上英國警方的網頁去查治安 所以你說這些人是不是自打嘴巴 我們香港人 置業之前 曾幾何時 要上香港警方的網站 來查一下當區的罪案率 所以你說是不是自打嘴巴 不過正當大家都說到這裡的時候覺得這個黃絲沒有理據 他就搖身一變 由樓市分析專家 變為經濟學專家上身 讓我黃絲仔跟大家說 如果要我選擇 接下來世界經濟的發展火車頭 我告訴你 這個不是中國 更加不是大灣區 這個地方是英國 為什麼 就好像我為例 我之前就賺五六萬元個月 來到英國之後 就賺萬六元個月 也就是代表了這個地方很刺激 有上有下 你們有沒有玩過股票 股票有上有下 才是一個精彩的股票市場 難道好像中國、好像香港那樣 股票那麼悶、那麼平穩 一點都不刺激 所以從這個案例我可以告訴大家 接下來世界的經濟火車頭一定是英國 因為有危才有機 看來黃人的奇怪理論層出不窮 怎料 他還說到 現在英國政府出手 把香港的精英全部拉過去 來英國一個字就說了 就是百業代興 百業代興四個字 隨便吧 看來這個黃絲的語言能力有點問題 所以也有人問到他 你在日常生活遇到的語言障礙大不大 其實你會不會說英文 他竟然自爆 其實從資料顯示 這個黃絲已經 之前就在英國的大學畢業 不過資料就沒有說這個學位 究竟是不是那些買回來的 就沒有人知道 不過他自己也坦然 他是遇到語言障礙 但是他有發佈 他就說到 就好像我看醫生 我真的不會跟醫生說 不過不用怕 只要你買了英國的某類型醫療保險 他就會提供廣東話翻譯服務 當中是真的沒有額外收費的 那你買了醫保就已經付了錢 你的醫保也包了 隨便吧 你先聽我講 我黃絲告訴你 來到這裡 你拿著BNO就不成問題 唯一的難題就是 因為英國大部分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有BNO這件事存在 所以無論你租屋 找工 找學校 看醫生 以及生活上面各大類型的問題 是會被人問長問短 這樣沒有問題 就當練一下英文 所以我們看完這個個案之後 都看到 都看到搖頭探飾 看來要成為一個 真真正正的黃絲 是需要講天份的 我們自問就沒有這種天份了 不過這樣 英國那邊最近有呱呱吵 很多這些充分頭腦的黃人 移民到英國之前是沒有錢在身 所以我們大部分人 都想拿走自己在香港的強積金 作為英國第一筆的生活費 但是由於香港政府根本不承認BNO 成為一個合法的證件 就更加不承認所謂的BNO5加1移民計劃 因此 當這些黃人 提出了BNO5加1簽證 想拿這些強積金走的時候 香港政府是拒絕的 但是英國就說到 這個行為是一個政治打壓 英國的媒體在9月4日 訪問了一些港人 這些全部逃離香港去英國的港人 他們都紛紛說到 那些港人說 這些分明就是 中國政府中央對我們的打壓 又一次是他們的野蠻的施展 問到那些黃人 為什麼中央要打壓你們 為什麼不給你們強積金 然後那些黃人 又是發揮他們的財經天分 又在說 告訴你 其實中國和香港 快要倒市 所以他就趁機找這些計劃 扣起我們這些強積金 拿一些實錢來救市 然後英媒就問到 那你實情有多少錢 是被香港的積金局扣住了 他們就說 我們每個人 都要10萬港幣 在香港 扣住了不給我們 這麼厲害 要每人扣你10萬元才能夠到市 10萬元吹大了 照我看 5萬元也未必有 相信聽到這裡 英媒的記者 其實是心領神匯的 但不好意思出聲 從他的臉上已經看到很尷尬的表情 因為10萬港幣 在他們眼中 就等於1萬元英鎊 那無論英國記者是多麼偏頗 他聽到 這群黃人要扣起他們每人1萬元英鎊來救市 記者都打個凸 香港自從2021年1月29日開始 就不承認BNO作為旅遊證件 以及身份證明 其實歐洲很多其他國家都不承認 例如說德國 有很多留學生 有很多最近逃過德國的那些黃人 他們去到德國 德國的custom都跟他們說 麻煩你拿BNO過來 我不知道這本是什麼 麻煩你拿回你作為中國人身份證明 你要證明你的身份 不要說我們德國不近人情 給你一個月時間 但你去德國你去中國的大使館 來拿回一個屬於你中國人的身份證明 麻煩你 根本無論在英國也好 歐洲也好 全世界也好 你是中國人 你一輩子都是中國人 再之後的就是關於支聯會的更新 就在昨天一道有消息傳出 支聯會終於跪下 肯跟警方合作 和盤托出 將他們的資料交給警方 很多人一聽到這個消息 就說到支聯會 這頭就說不交資料 那頭這麼快跪下 真是盡顯他們這些黃人的本色 不過相隔了兩個小時之後 這個支聯會的傀儡主席周恆同就強調 說到他們向國安處要遞交的 並不是他們的資料 而是強調到他們要交的 只是一個回覆 他們依然是拒絕交代資料的 事件一出來之後很多人就覺得很奇怪 究竟支聯會哪句話才是真的 如果大家有看昨天的節目 就會知道 當警務處處長和保安局局長 一致認定了某些團體或者組織 是有跟外國勢力 有頻繁的交往 甚至乎是直接或者間接受到這些外國政府的指使的話 這些團體就是可以被認定為外國代理人 而這時候 你就一定要交代你在香港活動的資料 包括資金的來往 成員的背景資料 以及同一些外國團體或者政府 裡面所交流到的訊息 理論上來說 被認定了就沒得走 但是同一時間 非常奇怪地 若然你拒絕交出資料的話 最高的刑罰就是監禁半年 和罰款10萬元 但是一旦你交了這些資料出來 證實了你是受到外國直接指示 而企圖想反起我們的社會 又或者做出一些違反國安的行為 這時候 你最高的刑罰分分鐘是要坐一輩子的 所以這裡就給了一個很大的漏洞 這幫支聯會去玩東西 就是說到 即使我拒絕交出資料 我最多就坐半年牢罰款10萬元 若然要和坐一輩子比較 我當然選前者不選後者 而且他們還有一招玩招式 很有可能 他們被警方和保安局 認定為外國代理人 這件事上 是可以去打官司 試圖去打掉被認定為外國代理人 不僅如此 其實他們支聯會還有第三招 就是企圖拖著時間 不提交資料給警方 來將事件發大 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成功利用外國的媒體 來唱衰香港 大家就會問 他們這樣做沒有好處 沒錯 這個支聯會由頭到尾都是選人不利己 他們的主要職責 就是唱衰香港 所以這就是他們的主要目的 對於他們來說目標已經達到了 不過說就說到好像很理想 好像很多招式用 但其實支聯會 從我們正常人的角度看 就等同一個人 意見是一致的 不過事情又怎會這麼簡單 其實支聯會 他們在會裡面都有很多意見的分歧 都是由不同的人 和幹事組成的 當中 這些黃組織 就最出名出二五仔 因此才會發生了 好像新聞說到 究竟支聯會一時又說交資料 一時又說和警方合作 但是轉頭 傀儡主席周幸彤又說不肯和警方合作 其實根本就是 支聯會的內部 自己都沒談到 有一些人 為了明節保身 其實都選擇了 想傾向和警方合作 尤其是一些 沒那麼直接 跟外國有資金或者指示來往的成員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你叫他們坐半年監罰款十萬都不肯 因為告起上來 都是那些跟外國有直接聯繫的成員 他們犯國安法 就不關自己的 但是如果這一刻 他們不肯交資料的話 就牽涉到全部有份收警方信 要去交資料的人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 有25仔一點都不奇怪 有誰不想明節保身 其實他們內部有分裂就一點都不奇怪 尤其是何俊仁、李卓人 等等的這些老牌支聯會成員 他們自從入了監房之後 就臨艾壽命 給了一個資力錢 沒有領導經驗的周幸彤 去做一個傀儡主席 基本上這個周幸彤 根本不能夠代表到支聯會所有的聲音 亦都不能夠團結他們的口徑 雖然說周幸彤 自從四歲已經親母親 來參加支聯會的遊行 但其實 他自己是個small potato 只不過他是特別好騙 在這個時候 都沒有人敢做這些主席 竟然有個傻婆肯 那當然是安排他做代言人 就算有什麼事都是許秀 雖然周幸彤這個人 成為支聯會副主席已經有一段時間 不過他從來都可以說到 只是一些幕後的人 跟那些老牌的攬炒派相比 他的江湖地位和角色 都是完全不入流的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支聯會一定有更多的新聞出現 而根據我自己的估計 可能有部分的支聯會成員 為了明節保身 交出他們 部分的文件 和資料給警方 然後就會將整個責任 推給那些 不肯和警方合作的成員 總之支聯會的故事 就不會在今天或者明天完結 接下來還有很多好戲上演 和大灣區重點城市的廣州 最近就出了辣招 去打壓他們的樓市 我們香港可以從當中學到什麼呢 首先我們說這個壓制樓市之前 我們就要知道現在我們中國 有一個話題 非常熱門的 叫做共同富裕 其實從這個共同富裕的概念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未來我們中國的國策 都是希望令到個個開心 在經濟發展 令到一部分人富起來之後 現在就要想令到全國的人 都富起來 一起去享受那個建設的成果 不過往往一個地方 如果經濟發展過度次熱的話 就必定會出現一些現象 就好像我們香港那樣 由幾十年前開始發展起來 樓市也開始跟隨上升 但是說到打壓樓價的措施 我們香港政府又似乎沒什麼辦法 那麼我們將焦點 望向北面 望一望深圳 深圳在這幾年的發展 是很蓬勃的 除了大部分深圳人富起來之外 深圳的樓價也是高起來的 但是隨著近年 政府的調控 其實深圳的樓價 已經大致上穩住了 當我們談及到 內地經濟發展樓價最高企的幾個城市 一定是離不開 北上港深 在深圳的樓價穩住的同時間 廣州的樓價 就彎道超車 那個升幅竟然跑贏了全國 是這個北上港深之罪 於是 有關當局推出一些措施 這個措施是之前深圳也提出過的 就是叫做二手住房交易參考價格機制 顧名思義一聽過名就知道 這個措施是專為針對二手樓而設的 說得這麼好 究竟是什麼措施 可能有些朋友就說 二手樓而已大眼 我買三手四手 那就沒事了 這次推出這個措施 這個措施主要是針對二手樓的承接力 因為如果要揭紙炒封的話 首先就是揭紙了那些二手買賣 你買了一手樓 你之後如果想炒 你也要變二手樓才能炒給別人 所以這個措施裡面就會推出一個叫做指導價 指導價是一個什麼東西 指導價其實就是官方給出一個價錢的指標 這個價錢的指標 就不等於樓價 我舉個例子 在廣州的天河區 大家知道天河區 其實就是廣州市區的一個區 它裡面就是一個樓盤 名字我就不說了 它的最新二手房價 就是十四萬四千 一個平方米 而它的指導價 大概 就是九萬七千一個平方米 相差有一段距離 又或者我舉多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位處於廣州的郊區 潘漁區 潘漁區的這個樓盤就叫做星X灣 它的最新二手價錢 就是六萬四千一個平方米 而它的指導價 就是三萬三千七一個平方米 為什麼 指導價和成交價 會差那麼遠呢 接近差不多相差了一半 如果有內地的買家 想去買樓 現在賺到錢 可能做了多年的外賣員 累積到一份不錯的儲蓄 但是買樓就需要貸款 貸款 就需要向銀行去問 銀行批准你才貸款 這個時候 指導價就發揮了它的作用 因為有了這個指導價之後 你將要買的那層樓 金融機構就會按照它的指導價 去審批你的貸款限額 換言之就是幫你做樓會 就不是以前立法會的樓會 若然你的成交價 比指導價高的話 當中的差價 就不會撥入銀行審批的貸款 換言之 差價就要買家自己去承受 這裡有個好處是什麼 若然你要買的那層樓 成交價 高於指導價太遠的話 就非一般人 可以這麼容易承受到的價錢 假設 你是想將這層樓 買來炒的話 自然風險就會又大了 因為你可能找不到下一手買家 去跟你接這個盤 這裡就可以 將那位買家要買的樓 首期的比例提升了 所以在指導價的政策出台之後 二手的成交量也跌了很多 其實這樣做 政府不是為了打擊一些樓價 只是想改變大家買樓的習慣 因為樓原意給大家居住 所以就有人說到 未來的國策其實就是 想將房地產的板塊 這些交投活動 過濾到它 只剩下止住不炒的買家 而這件事在深圳推出之後 成交量跌了八成 這給我們香港一個什麼的啟示 首先我們香港的樓價長期高企的問題 就持續了一段時間 甚至乎有些人說到 早兩年19年的事件 之所以讓黃人 可以有機會 去刺激到那麼多年輕人出來搞事 刺激到他們對政府有那麼多的怨氣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關於樓價的問題 因為樓價高企 製造了很多社會的貧富懸殊 而今次在深圳和廣州推行這個政策之後 看到效果是非常好的 成交量減少了之餘 也沒有波及到任何金融體系 社會也不會因為 成交量減少了 而出現動盪 所以這個政策是不是很值得我們香港政府 去考慮一下 這些成功的個案 就已經看到了 其實照抄就已經沒有問題了 不過香港政府 在政策的推行上 似乎就沒有內地的城市 推行出來那麼爽快 原因是什麼 就是內地城市 政府推行政策 顧及的是大眾利益 多於某部分人或者商人的利益 而且想心一塵 從商的人 不是要政府圍著走的 是他們圍繞著國家去走的 所以這些才是我們中國成功的方法 就不像西方那樣 極度資本主義 之前 其實國家領導人都發過聲 希望香港 解決一些房屋的問題 而這次 我覺得香港政府正正有機會 學習廣州和深圳的成功案例 把這個政策 在香港大力推行 其實如果有人怪 你也可以說到 廣州和深圳那麼成功 現在做不到 有怨氣 都是你們不跟從 是不是不想香港安定繁榮 所以在未來 香港的樓市 是否有機會向下調 我想這一點 大家真的要非常注意 有物業的人當然不需要考慮這個問題 而沒有物業的人 如果急著去買的時候 可能就要看清楚這個方向 在自己能力承受之下 千萬不要人買你又買 但若然你問我大眼 將來我有錢會買物業的話 我很有可能 就會去大灣區買 因為未來通關之後 其實我們 回到深圳 甚至去到東莞廣州 都非常方便 不用香港像現在這樣 捱貴樓價 中國和俄羅斯 就著飛機的加油費 就開始不用美元 就選用人民幣和盧布 這項措施就會在今個月 九月開始行 話說俄羅斯的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和中國的國有航空燃料運營商 就著這個協議其實就談了很久 他們相信如果將他們的加油費服務 轉為用人民幣和盧布去美元化 將會有額外的經濟效益 大家就以為這兩年就病情 那這些加油費應該是大跌 原來不是 2019年和2021年這兩年去到對比 原來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我們叫它俄氣公司 是不跌反升的 在中國這邊的加油 2021年總計和2019年對比 是升了29% 他們預計在2025年 加油量還會以倍數上升 上升到25萬噸 現在俄氣公司在中國進行加油服務的機場有34個 我們看看去美元化這件事 根據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 去年四季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的佔比率 跌到剩下59% 是創了25年的最低 而歐元就不斷上升 上升至21.2% 是創了2014年以來的新高 即是看到這個世界逐步開始去美元化 而說起石油這件事 剛剛兩三個月前 我們的外長王毅 出示中東六國 亦跟他們談 如何將石油交易 以人民幣作為交易 完全將美元去除了 短期還談得很開心 而隨著美軍撤軍撤得非常醜 阿富汗和中國關係越來越好的時候 旁邊伊朗都有很多石油 而伊朗和中國其實也一早已經談好了 就是怎樣去美元化 將他們的石油 用人民幣作為交易 其實伊朗和中國達成的石油協議 已經一早說了 不會拿美元去結算 而時至今天走到這一刻 進展都非常順利 亦都體現了 不用美元來做中間貨幣去結算 其實是可行的 說到這裡 我就從來不會叫美元做美金 最多只是一時口快快說錯了 事關美元 跟金字根本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美國只是憑罷權主義 來不斷大量攬發美鈔 錢就會印 債就要全世界為他還 這件事已經令到 包括在美國盟友在內的其他國家非常不滿 所以接下來我也要下調一下 我對美元的說法 直接不叫他做美元 就直接叫他做美國子 或者叫美國公仔子就算了 因為他的印法相當之遺棄 說到錢 即使是美國的盟友 其實都非常現實 這一刻這些所謂的盟友 就當然被你美國吃住 所以才沒有聲音出 你問一下他們心底裡面 試問有沒有一個人 是心甘情願 你花錢 但是債是我玩的 我想這個世界是沒有一個人的 因此有很多人都說到 雖然美元到這一刻 都佔全球的交易貨幣裡面 起碼都有六成的份額 就好像推不倒 但是若然 全世界都有一個風潮 就是拿回自己本國的貨幣作為結算貨幣的時候 這樣也可以代表風氣已經形成了 而一旦這個風氣成了一輩子 其實就不像我們想像之中 美元是這麼難倒下 由於之前很多國家 都很怕一帶頭做了這個動作 來拿自己的貨幣來結算的話 就怕被美國打壓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打壓 是有很多方面的 不單只是工具的打壓 這些只是好表面 還有金融體系的打壓 政治上的打壓 再盡點滲透你的國家 拆散你的政權 所以很多國家都很害怕這樣做 但是現在不用怕 有中國俄羅斯兩個大國帶頭出來搞 其他國家只需要做一個附和的角色 美國能打壓多少個國家 現在大謊說 要拿回自己本國貨幣做結算的國家 都有三四十個 再加上他們那些盟友 一早已經受夠美國的面色 自然在打擊這些國家上 都採取著一些消極的態度 難怪的 一說到錢 真的盟友都沒面子給 都是銀子實際的 其實美國又不用這麼玻璃心 中國和俄羅斯的交易 當然是用我們人民幣和勞報 就好像大家過關上深圳 你回去內地消費 一定是用人民幣 沒有理由在關口那裡 特地用港幣去借美元 然後再拿美元去借人民幣 當然直接用港幣就借人民幣 所以明明都不關你美國的事 為什麼無緣無故要用你美元去結算 道理上都說不通 之後就是 大家都知道 現在美國和加拿大都想盡辦法 打算把孟晚舟引到美國受審 這個就是在美國那裡開展一些科技企業所遇到的問題 黃人就是說 說到美國多麼普世自由 自己其實是一事無成 貿易沒有試過 一張外國單都沒試過接來中國生產 但是有夠膽幫中國的勞工來爭取權益 之前我們剛剛做過了 有個不懂得死的在內地升學來香港的港大生 在搞事最終要被人踏 我們那時候已經說了 你試試在美國夠膽發揮你的創意 做一些跟互聯網有關的東西 社交平台 掌握大數據的資訊科技 你一搞聯邦敢依偉立刻拍你門 要你交了所有資料出來 以及要你配合 然後你發明那件事不再屬於你了 就變成幫他們打工 但這件事沒有人會說的 沒有人會在台面新聞報道出來 因為全部都是地下做的 如果不合作的時候就拘捕你了 像孟晚舟事件一樣 話說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扣押是發生在2018年12月的 而2018年12月同年同月 在中國的東北也拘捕了兩位無間道 很多人就把兩件事拘捕在一起 就說中國故意拘捕這兩位無故的加拿大人 就是為了進行這個條件交換 究竟這兩位加拿大人是不是無故的呢 絕對不是 他們所有背景顯示 根本切頭切尾都是一個無間道 全部都是標準的情報人員出身和背景 現在其中一個就是剛剛被判要坐11年 是活該他死的 加拿大那邊最近有幾百個在奧塔華走出來 懶是聲援 為什麼呢 加拿大也有政客 加拿大也有一些政治人物想上位 就把一群人出來搞一些效果 懶是聲援 這些全部都是政治炒作 我們中方一定指責 但是我們有我們指責他們是他們做 從來世界都是這樣運作 這兩位無間道其中一個被判11年的是什麼背景呢 兩個人都叫Michael 一個叫Michael S 一個叫Michael K 全名不能說 被判了11年這位叫Michael S 他就報稱是一位商人 商人做什麼商人生意呢 厲害了 做北韓的投資移民家旅遊 不是北韓人去加拿大投資移民家旅遊 是加拿大人去北韓投資移民或者旅行的agent 北韓有什麼好投資移民家旅行 分明就是收料 滲透 原來背後更多東西爆出來 小時候讀書在大學就讀國際關係出身 當情報單位要選取情報人員 就是讀國際關係 讀媒體、國際媒體、新聞 在這些單位選擇 然後讀完書出來就去韓國南韓升學 讀什麼呢 讀political science 和國際貿易 好人好者為什麼要去韓國升學和尋求機會呢 大家其實完全明白了 讀完書在南韓讀完書出來 然後去哪裡 去北韓 藉著加入NGO組織 去北韓做什麼 做教書 完全明白他做了什麼 我們香港有很多跟著NGO組織 15個來香港 懶是做慈善工作 其實在香港教書其實也是情報人員 自從國安法成立之後 有一大班走了 好像那些英文班 國際學校 很多老師 管理層 所以中國根本沒有錯他 徹頭徹尾背景都是一個標準的情報人員 不抓你抓誰 不判你判誰 另一位還搞笑 出身和學歷也是差不多 還真的做過外交官 是前外交官 該你們兩個被抓吧 就算是不是因為交換條件 也要抓你們兩個 總之奉勸美國一句 美國加拿大 你們很快就放回孟晚舟出來 不然 我們華人在美國和加拿大出來升援孟晚舟 看看你們人多還是我們人多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臨結束之前請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